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19万9的投资房 这套房子为什么我来介绍呢 就是因为这套房子养光成本很低 它的一年的物业费是457美金 然后一年的地税就4000左右 它每个月能做到1750美金或者1800美金 而且整个房子完全的翻新了 它翻新的程度非常的好 我之所以介绍就是因为有些细节上 让我感觉这个房子翻新的很棒 这个房子楼上的阁楼的保温层全部都坏了 空调通风口的管道全部都坏了新的了 这也在老房子的翻新当中非常少见 因为像这种东西是看不见的 所以说很多人只会关注表面上的东西 很少有人去关注很多内在的东西的翻新 那么这个房子就属于内在翻新的 确实花了钱的一个房子 并且呢周边完全没有翻新的 只有三个卧室的也都卖到19万户 那这个房子只报价了19万9 真的是一定是非常抢手的一个选择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具体的感觉 这个房子翻新的地方就是非常多了 厨房啊洗手间呀 所有的地板都是用的比较贵的那种 那种瓷砖是长条瓷砖 大多数的便宜的十几万的房子 只会舍得用方形的 有点偏黄黄的或者是灰灰的那种瓷砖去做 因为那种瓷砖比较便宜 而这个房子十几万其实用的是长条宽瓷砖贴的 就属于那种比较好的房子 才舍得用的那种介入材料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很对得起十几万的这个保价 当然了说不定这个房子是要加价的 因为品质比较好的话 如果它的offer比较多 可能就会稍微要加点价格才能拿得到 不管怎么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选择 如果您对搜索的历程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们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房子 好了我们现在开房子了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 在KT北边一个非常老的小区的一套 翻新了的房子 这些房子坐在的社区的安全系数 一点问题都没有 虽然它才十九万九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区域 它是KT的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的翻新很精致 您看包括它门口的这种moach 全都换了新的 然后就是特别专业的一个翻新 我觉得是非常专业的公司来做的 这个房子的翻新当中 很多细节上是非常好的 像我们现在一打开门 就看到的是比较高挑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层的房子 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少 我们现在先往左手边看 这是一个卧室 所有的卧室 都是这种比较宽的瓷砖 这种瓷砖在装修当中还是挺贵的 因为大多数您看到的 所有的翻新房 都是那种比较不好的瓷砖 就是方块式的 这种长条式的 特别是现在这种花卧瓷砖 就会非常的贵 在一个十几万的房子上 用这么好的装修材料 很少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洗手台 因为这个房间跟隔壁的房间 共有一个洗手间的 这样就是洗手间 所有的洗手间也都重新翻新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 包括它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开关也都是 我们现在先不过去 从门口我们先进 我们先进客厅看一下 这是门口 我们要进客厅了 一进来就是很漂亮的一个高挑的客厅 一层的房子 八几年的有高挑客厅的 没几个 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客厅 现在一直有人在看房 所以我还是赶紧拍一下 我估计再晚拍了就卖掉了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厨房的所有的电器都是新的 橱柜 台面等等 全部都是新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房子只有19万9000 所以能用这样的橱柜 双开门冰箱 然后你看所有的sink 金属件 全部翻新 在细节上提前翻新的程度 包括所有的开关 全都是翻新好的 然后呢 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这个橱柜 橱柜通常情况下 比较便宜的这种房子呢 都是用36的橱柜 但是这个橱柜是41的 41还是42 我没有非常的精确了 这个数值 但是这就是高橱柜 而且这个橱柜 是这样 它有一个阻尼 你看 它是这样的 咦 慢慢的关上 然后这个让我很惊讶 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 我不是说这个阻尼 到底得有多贵呀 有多好 但是就是体现这个翻新的 这个精致的程度 这样关上 这让我觉得 好用心呀 搬了一个十几万的房子 真的还是挺用心的 然后两个灯和风扇 这个也是在十几万房子的配置上面 真的是非常好 并且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 就是它这个报警器 也换的是新的 这个其实在翻新房子当中 很多的翻新的公司 都不在座了 这个报警器是不是现在都不重要 但是它都换上了 还有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区域 现在这个区域就是早餐厅的一个区域 那行 现在我们呢 就去它的卧室看一下 你看这边有三个卧室 然后这边是一个主卧 所以它主卧室跟其他的卧室分开的 一直有人看房子比较嘈杂 那我们过来了 这边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然后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刚才我们看的另外一个卧室 就是在门口的那个卧室 我们现在先来这个卧室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卧室 然后它的旁边呢 就是第三个卧室 然后这是一个储槽室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了 到了洗手间的路质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比较长条的洗手台 洗手台的所有的橱锅也都换到了新的 这一点让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然后包括这些灯都是新的 然后所有的这些金属物品都是新的 然后往这边走 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马桶啊 然后浴缸啊 然后浴缸的瓷砖 还有一点点小细节 就是这个瓷砖贴到顶上去了 一般就贴到一半就行了 这个还可以贴到顶上去了 这些小细节让我觉得这房子不错 但是还有一个小细节让我觉得这房子 这个橱棍稍微有一点瑕疵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它这儿没有到头空出来一块 但是我看了一下 它下面是有一个这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呢 就是如果浴缸漏水 它从这儿可以打进去修 所以它漏出来了这一块 估计就是为了以后万一有维修手用 那应该也不是也不是因为故意就这样漏出来一块 所以这个还是有点作用的吧 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 你看这个地方 它这个没有下漏的这个堵啊 这个堵没装 到时候还是要如果买这房子 还是让它给装上 这都是些小事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去另外一面 这一面呢 就是主卧的位置了 这是一个主卧 是这样子 然后主卧所有的 包括插网线的接头 包括这个插电的接头 全都换新的 这个让我觉得 这个卖家挺舍得花钱啊 小细节上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呢 就看到所有的门 全都弄了新的 然后往这边走 是主卧的一个洗手台 也是这种比较好的橱棍 然后两个洗手槽 中间露出来一个镂空 这镂空是做这个化妆台用的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洗手间 也是瓷砖贴到底儿 然后浴缸 然后这边就是马桶间 这样一个设计 哦 一个 这些抽风口 这个排风口全是新的 然后所有的灯全是新的 这些方面让人感觉 这个翻新的挺良心的 其实有很多的翻新房子 但是在介绍各种各样的翻新房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种 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好的 这是他主卧的衣帽间 每一个房间都有衣帽间啊 如果没有衣帽间就不能称之为卧室 我们现在去这房子院子看看 现在这个人就看房的人已经上阁楼看过了 它都是新的那种保温层 我拍视频没有办法爬到阁楼上去看 但是如果买家直接找夜房试 夜房试就直接上阁楼上去看 全是新的保温层 然后它的空调系统也是蛮新的 是这样子的 你看主机就能看得出来比较新 然后这边就是主要的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是没有大树的 这点是非常好的 因为很多的老房子院子后边有大树 那以后就牵扯到大树的维修 还有呢这个院子 这个房子的外墙涂层全部都刷了 然后上面的所有的房檐这些涂层也都做了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点 然后大树都是隔壁邻居家的 都不如这家的 因为我会比较重视这个老房子周边的树的问题 老房子周边的树路我太大 我怕以后说对根基有一些影响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房子了 如果您对搜顿地产很兴趣 或者对这种比较高回报的投资方法兴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这套房子它离亚洲城的距离很近 只有11分钟就到了 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就在10号公路的北边 所以离10号公路就10分钟 7分钟就能上10号公路 非常快 然后到了10号公路之后 可以直通 就是非常近 10号公路旁边非常近的医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性的医院 只有6分钟 如果去Uptown上城区的话 也就只有25分钟的距离 就能到这个上城区 所以这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投资房 crim便的 dryer 哎唯闻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